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 你对雪儿的爱 也不过手辞吗 曹云宾 没落实买 你就不陪你做一个父亲 小肚灵风机 先打赢我 要打架是吧 老子不赔 你们冷静一点不要再打了 你们冷静一点不要再打了 你干什么 这是北洛的 放下十点炎龙 我说三声 你给我让开 你要杀我 就是现在 都杀心吧 然后你立刻就能召唤出我的力量 我让你让开 你冷静一点 好 我走 鼓楼你自己去 但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凌风机一人性命 我此生都不会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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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也想起以前的事了 我知道夏姑娘是想打听领路人的事情 一会儿我带你去见我兄长 你可以亲自问她 希望兄长的答案 能够消除你们的疑虑 也能够化解之前我们的不愉快 不过无论如何 这次兄长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 真的多亏了夏姑娘你的帮忙 如果之前有什么地方我怠慢了 还请夏姑娘海寒 海哪里 您言重了 走吧 请 我们去看一下 好 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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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死了 是你干的 用点手段 逼咱们说出什么 什么叫用点手段 你想用什么手段 那就要看颜绫月在乎什么 他要是在乎人 我就抓人 他是在乎接 你想怎样 炸接 曹远兵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 会伤及无辜的踏风族人 只要能找到颜绫渣 我不管用什么手段 亏我还跟颜绫玉保证 你不会伤害无辜的踏风族人 可那我看你是看错了 我警告你 这里是天悦兄守护的地方 你敢动这里一分一毫 我绝不放过你 北洛师们 你好样的 那颜天悦是你兄弟 我不是 我要找领路人 你不用 我就问你一句 你还救不救水渊了 我当然想救 但绝对不能伤机无辜 曹远兵 醒醒吧 你这事在侮辱歧途 我不管这段是歧途 但有些事情不可为 看来 看来你对雪儿的爱也不过手辞吗 曹远兵 北洛师们 你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小肚龄封剑 先打赢我 要打架是吧 老子不配 你 你们冷静一点不要再打了 你干什么 这是北洛的 放下十点阎罗 我说三声 你给我让开 你要杀我 就是现在 都杀心吧 然后你立刻就能召唤出我的力量 我让你让开 你冷静一点 好 我走 鼓楼你自己去 但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凌峰街一人性命 我此生都不会放过你 让他走 阻了你施展拳脚的人 不要也罢 曹远兵 我劝你冷静一点 如果你炸了凌峰街 就跟石火王没有任何区别 你好好想想吧 乖啊 睡吧 睡吧 乖 铁月兄 别生爹的气了啊 都是爹不好 咱们吃点东西好不好啊 乖孩子啊 以后爹再也不凶你了 再也不打你了 咱们就吃一口 好 铁月兄 是我 北洛 北洛师门 都谁给你们炒 害得我的孩子都不吃饭了 我知道了 你们都是恶灵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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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你 不准备